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是5月28号 多伦多的牡丹花季慢慢进入尾声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牡丹品种 在我们北美还是能有找得到 而且花色比较特别的 其中有两个是北美杂交品种 北美杂交品种其实也是亲本 也是出自于中国的子牡丹 云南的子牡丹或者是云南的黄牡丹 第一颗就是Gougain Gougain这个品种的特点 它是一颗北美杂交品种 它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是哪个色系的 它有红、有黄、有珊瑚 甚至有咖啡色这样子 那么每一朵花开出来的花色的占的比例都不一样 整个一棵树 整个一棵牡丹从初开到结束 花色也整个每一朵花的颜色都不同的 第二个先跟大家介绍就是莲田藤 莲田藤这个品种是花瓣多、花大、有微微的香味 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花色偏蓝色细 而且它的花色很柔和 但是你觉得它的整个一朵花又很亮丽 所以这个品种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莲田藤 它是偏蓝色细的 它的另外一个兄弟品种就是莲田锦 莲田锦的花比莲田藤小一点 那么它的偏蓝的颜色会深一点 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每一朵花的花瓣外蜒都是有白边的 所以它颜色的变化是比莲田藤多 但是花比莲田藤小 那么也有微微的香味 特别是在初开的时候 它是紫和白分别的 这是很强烈的对比有一个 接下来就是Poloto Poloto这是一颗北美杂交品种 它的血统里当然是留着云南子母丹的血统 它是一颗红偏紫红的一颗品种 花瓣不多 花形很漂亮 而且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花形 花瓣很厚厚实 所以在太阳晒或者有小雨的情况下 它花形基本上可以不变 花也很大 可以达到8寸 可以达到8寸 Poloto是个不错的品种 北美杂交品种 接下来这颗是个白牡丹 这是我们说的五大洲 这五大洲和连鹤 在我们北美是两个最常见的 白牡丹的品种 那么连鹤的开花 它有点带棱角 那么五大洲的话 其实是圆形的 花瓣也是圆的 那么花也很大 可以开到9寸 树式也很强壮 往往可以看到长到1米5、2米的 巨大的白牡丹 那这就是五大洲 如果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谢谢大家 拜拜